白髮男子当面呛郭台铭 要支持国民党 别让民进党连任 随后被劝离 还有两名男子 只诚信大字报 似乎是提醒郭台铭 遵守初选时的承诺 全力支持侯又怡 郭台铭到镇嵐公参备 好久没公开露面的 言情标亲自接待 两人实质紧扣 手牵手 凸显好交情 下午郭台铭到台中工业区 与厂商交流 更说会继续努力 事实上郭台铭24号晚间 先拜访前云林县长张荣卫 多位地方人士 在胡卫亲谱据称 传出旧事讨论 如何整合地方配戏 欲争取韩国瑜支持 包括从来营退档的南投县议长 何慎峰 台中南投与云林来营地方派系 持续挺过 也让国民党整合 看来更加渺茫 郭董 天爱宫八月份 有这个重大宣布 冠庭 大家都非常好奇 我们先来整理一下 郭董最近真的是动作评评 从在脸书上发文 虽千万人无网以之外 还留下了四个 非常神秘又可爱的 这个表情符号 那另外呢 又到花莲去跟傅昆琦同框 接着到云林 哇 密会张荣卫 另外昨天又到镇兰宫 跟延青标这样看屌屌 实质紧扣 现在好像变成郭董的标配了 那么呢 接下来有传出说 明天哇 要回到土城 说要拜关公 要跟关公报告一下 接下来的计划 那么接下来还有计划 有可能要防媒哦 以及八月份要提出 他的强国政策 不过我们看到 昨天郭董到台中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 过去没有发生过的状况 郭董昨天到镇兰宫 去拜拜的时候 旁边有一些民众 高举诚信的牌子 一直喊着呢 要郭董回来支持国民党 其实诚信这两个字 有可能接下来 变成郭董的包袱 因为他五月十七号那一篇 说要支持侯友言那篇文 其实到现在都还在啦 莱冠婷怎么样看 郭董这个诚信这件事情 接下来会不会一直被诟病 我想这是四年前的第二战 因为四年前其实基本上 他的做法跟他的策略 到现在没有任何的改变 包含去尊重民间信仰 去跟他的所信奉的神职 去报告接下来的计划 那上一次的话是去美国 也是一样 那带着他所信奉的这个神职 去搭乘他的喷射机去美国 所以基本上这是同样的策略 那我一直在说同样的策略 会不会有不同的结果 那这是我的问号 因为如果四年前这样子的策略 没有办法成功的话 那四年后 以现在国民党或者是泛兰 或者甚至说所谓的 这叫做政党轮替大联盟 是不是有这样子的可能性 这可能他去思考一下会比较好 那第二点 他这次访美的标的物 或者是他要访美的人 叫做季辛吉 那我们都知道中美 所谓的中国就是中共 中美关系的正常化里面 季辛吉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找季辛吉对台湾的利益 是不是有吻合 我个人已经不是问号 而是一个惊叹号 说为什么他要找他 因为这不符合台湾的利益 那对台湾来说 我们必须要思考的是说 因为总统他负责是两岸外交国防 那对我们来讲 最重要就是外交跟国防 那他这次出访美国的时候 如果见到的这些 重量级人物 他们的政策是要影响 使之不符合我国的利益的话 那才是我担心的 因为不管如何 他都可能是我们的总统参选人之一 那季辛吉才刚仿中 那习近平非常盛大的欢迎他 对他来访中国一百次 然后以百岁高龄来访 那这两个一百 那他们特别是有用非常大的 这个规格 非常高的规格 去来款待寄星吉 所以这是我所担心的 因为接下来我们在选战的下半部分 面临的就是不一连串的政策辩论 对于总统来讲是外交政策的辩论 尽管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有看到国民党 或者是这个郭台铭创办人在他们在竞争的这个过程中实在是没有听到比较多的是诉诸于情感 因为刚才那些立法委员他们谈的都是要用中党爱国 然后就是国王的信仪 其实你没有听到什么诗之上面 他们希望或不希望做些什么 我们听到更多的是用情绪性的语言 一方面去勒索 一方面是反勒索 那这样子的拉扯之中 我们就会看到我们左下角参拜政兰功 民众喊牌 拿着这个举牌喊诚信 那我个人认为这个牌子不是临时起义的 应该是事前就有做好 应该是有规划好的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我不会去揣测说是谁去指使 但想国民党内部的这些爱党人士 不管是中层还是高层的人士 应该都已经有预判 他们会在哪个地方见到谁 所以要先做好一些准备 来去提醒郭创办人 所以这样子的提醒 未来我猜以国民党策略会如影随形 那对于他的气势一定会有所影响 这一定会受到影响的 那我认为 然后现在你看资不支持郭台铭独立参选 这种玩物名标这种取材或者是这个样本 其实都已经没有什么参考的价值 很多人可能是看热闹 想要看郭董哪里来算 会发生政坛会有什么样的化学变化 这样对就是有些是要看热闹 那当然有些是反串 那有些是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 但是其实不应该八月才提出强国政策 已经选战到现在 他五月的时候说这个谁当选 他就支持 应该说谁能够通过这个党内的这个征召 他就支持谁 然后在隔天 其实就很大气的宣布放弃 那但是他现在又重新再来一次 这种来来回回的 其实某一种方方面面都展现出国民党内部的这种矛盾 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 现在大家都很好奇 不少的名字 郭董要跟关公来说些什么 坤城议员 明天郭董要回到新北市的土城去啦 要拜关公 不知道要跟关公请示什么样意见 不过另外我们看到 这个是侯伴的执行长 侯伴的执行长 金浦聪也出招了 他昨天上节目的时候 他有讲到 他可能跟郭董过去有一些交情 所以郭董今年三四月份的时候 还特地打电话来问金浦聪喔 跟他说 我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 我到底是要当King 我要当王 还是当Kingmaker 要当造王者呢 不过后来 这个国民党征召侯友宜之后 金浦聪写了一段长文 要去劝告郭董啦 跟他说 如果你可以谦让啊 当秤职的这个Kingmaker 人格高度不但会被尊敬喔 还会留下历史的美名 那我也愿意用个人的身份来协助 不过很可惜 郭董可能有点听不下去啦 这个郭董后来对金浦聪是已读不回 两个人就死失联了 哇这郭董的圣地也是很难捉摸啦 来昆程议员怎么样看 表示郭台铭不想当Kingmaker 只想当King 那所以后来这个就已读不回了 那其实郭台铭这么多动作 就是应该就是要选了啦 七月二三国民党正式拳台会 征召了侯友宜 他也在他脸书发了一个长文 那个长文 我认为就是一个参选的宣言 上面写说 这个现在要民意大于党义才对 要还政于民 然后他这个义无反顾 这虽千万人无往矣 是啊 这其实我觉得讲的比侯友宜 那天还要好 所以我认为说他是真的是要选 那要选就是说 当然也要去地方走嘛 那地方走 其实他也走了很勤 自从朱立伦跟他讲说 你要去地方走 他就一直都走很勤 你说像最近 比如说找了张荣卫 言清彪 你会发现说 其实他他就见了那些人 这是侯友宜见不到的 侯友宜见不到的 所以郭台铭都见到了 那所以他也有一股力量 在地方上面 至少是议长派这些力量 来支持郭台铭 这些都是郭台铭的底气 他认为说 那你看这个侯友宜 现在民调这么差 我要出来选 有这么多人支持我 那他应该是会参选 那至于他说明天 要跟关公说什么话 我们其实不太知道 要跟关公讲什么 跟禀告关公 可能接下来要要参选 那接下来到美国 或是说八二三 据说八二三应该是 这个主要的总统的 这个候选人都会到 因为上次侯友宜没有到 是是上次就只缺他 对对对 这次他会到 所以说像侯友宜 然后柯文哲 賴靖德 总统候选人应该会到 然后现在这个郭台铭也会到 那等于是说四位主要的总统候选人 都会到金门 所以对于这个郭台铭来讲 他现在这么多参选动作 那当然国民党很多人就开始批评 所以我也难得很难见到 就是说侯伴跟这一个国民党中央党部 难得口径一次在骂郭台铭 所以你看现在那个侯伴就在骂郭台铭嘛 今天我看这个国民党这个发言人这个肖靖炎也在骂 他就说这是郭台铭输不起 然后政治界乃哥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骂 我为什么要讲他是政治界乃哥 再批评一下徐乃琳 我不知道政治界乃哥 靖炎应该也不要这样说过 笑他输不起 他是国民党的发言人 所以这应该是当作国民党的这个一个对于郭台铭的正式看法 输不起政治界乃哥 然后说他的这个支持度就一半是绿营的在灌水 所以说如果他在参选的话是国民党的罪人 讲很重 说得很难听 几天前还在讲说国民党是郭台铭是国民党重要资产 那现在发现说他这个拉的这个弓箭快要射出去了 就开始就说你是罪人 然后赵沙康就说那个什么三个和尚没水喝 现在很难得看到就是说侯伴跟国民党装党部 口径一次在批判郭台铭 那表示说郭台铭大概他们发现说郭台铭动作是越来越大 那郭台铭参选的这一个意愿是越来越高了 所以他们开始在罵郭台铭 那一样郭台铭会参选的 这一个主要的一个诉求 就是说他觉得说只有他能够政党轮替 他也是中华民国派 所以我是觉得说像侯友宜在回答 做什么执政大联盟的时候 这个不要来讲说什么这个执政大联盟 下降民进党是他共同的心愿 要下降民进党 不一定只有侯友宜 柯文哲也希望下降民进党 那郭台铭也希望下降民进党 所以如果这个侯友宜 还是在跟着这个执政大联盟 这个这个话数在讲的话 他真的是会被整合掉了 所以对郭台铭来讲 西卡都还没有正式参选 他跟侯友宜民调差不了多少 那他真的认为说 他出来参选之后 他第一个先把这个柯文哲 民调往下拉了 那第二个他有机会 超越侯友宜 然后他是真正爬到第二名 这时候再做这个自动的 这一个整合跟气保 我想应该是郭台铭 很好 他现在最大的策略在这里 有郭董这一局真的是很精彩 到底国民党现在对郭台铭的态度 是什么呢 为什么一下说人家是重要的资产 我一下又像刚才昆成议员说 你说肖靖妍 最近是国民党的发言人了 直接嗆瞎 郭董输不起 这说人担败 国民党的态度是什么 休息一下 那等一下回来这个原机议员 再来帮我们补充 2023世界大学篮球系列赛 8月11到8月13 东京开战 明示第一台岳阳直播 台湾 日本 南韩 印尼 美国 澳洲 菲律宾 8队冠军极限